中国女篮亚洲杯称雄 正为夺冠再收三大惊喜 日本女篮心如死灰 大家好沙子 在昨天中国女篮在亚洲杯的决赛中 战胜日本女篮 获得球迷的胜赞 这也是我们时隔12年之后 再次问鼎亚洲之巅 中国女篮的这些姑娘不愧为 经过英雄 她们在赛场拼搏流下了汗水 为国家夺得这些荣誉 也让她们真正的成为热爱篮球球迷中的英雄 在夺得冠军之后 女篮的这些姑娘也如是负重 像黎梦都留下了激动的热水 主教练郑威也表现得非常兴奋和激动 在赛后接受媒体采访也表示 一定会将女篮精神传承下去 让人意外的是 本次亚洲杯夺冠是没有奖金的 但是到中国女篮回到国内体育局 以及篮鞋 预计会给这些夺冠英雄给予一定的奖励 并且各大球队俱乐部 也会给夺冠的球员现金的奖励 这也是他们应得的 除此之外 我们在夺冠之后 通过本次赛事的拼搏 中国也再次获得了三大喜讯 首先在本次比赛 中国女篮在三名主力受伤缺阵的情况下 能够战胜保持五年夺冠的日本女篮 可见我们现在的整体水平也是非常的高 因为在决赛的赛场上 是在我们阵容最强实力 减去三四成的情况下 战胜的对手 待到我们全部主力 一同站到赛场上的时候 问鼎世界之巅 或许也不在话下 其次在中国女篮缺少三名主力的情况下 含蓄李梦王思宇三叉戟的阵容 选择站出来 扛住了所有压力 带领中国女篮夺冠军 参加比赛的球迷们都知道 他们三人在对决日本女篮时的发挥非常突出 敢打敢拼 也正是女篮精神完美的体现 到巴黎奥运会周期 相信他们三人能再次为国争夺更多的荣誉 然后就是李梦此次的回归 为中国女篮的胜利保驾固航 李梦此前由于个人的私人问题 遇到了很多球迷的辱骂 一度让李梦陷入忧郁 本次他能够及时的回归 并且在赛场上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也会再次引起球迷对他的喜爱 能够通过刘洋进行个人能力的提高 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 能够回到国家争夺荣誉 这样的球员就是好球员 相信他也能再次得到中国球迷的认可 这也能使李梦更快的放下 自己的心结更加的为中国女篮出力 此次中国女篮能够战胜日本女篮 并且对此次比赛的分析 相信日本女篮也是甘拜下风 变得心炉死灰 中国女篮他们是不可能战胜的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